兄弟们,我麻了 初恋跟我分手了 我今年才13岁啊 我EMO了 这等悲伤让我怎么能承受得起 嗨,看开点就好了 我今年12岁已经不相信爱情了 就算翻遍新华字典 也形容不了我的哀伤 日日买醉,夜夜流泪 CPDD 又有谁能动我的孤独 平时最细皮笑脸的人不就是你吗 那都是我虚伪的面具罢了 我14岁也已经戴了10年的面具了 爱上了隔壁的翠花 又爱上了同桌娜娜 还有深甜的永美和山上的优雅 尝遍了相思的苦 爱情这个东西我碰不起 我10岁不抽烟不喝酒 没有女朋友 作业写不完游戏玩不了 每天就只有干饭 一天拿山泡屎 最近患上了便秘 怎么办我不干净了 我跟你刚好相反 今年30岁 脑袋空空口袋空空 我很干净 53岁却有着18岁的心智 说着24岁的情话 熬着30岁的夜 拖着50岁的身体 而我的爸妈却对我说 你哪来的压力 说的对我 16岁 心理年龄已经49了 不仅如此 我还是个渣男 我患有尿毒症 胃癌 肝癌 艾滋病 前列腺炎 猪瘟 别问我为什么有传奇的一生 啊我全是百度出来的 一年后才是最早熟的孩子吧 经历了太多 没人理解 只能咬牙坚持 虽然年纪小 但是已经看破了红尘 我不要爱情 我只要美女 我6岁 你们说的我全都有 我帮不住了 我真应该把你们说的话录下来 等你们结婚的时候 再放出来给你们听 就知道可能笑 有本事把你年轻时发的说说翻出来 你会发现潮流四个圈 你就站在正中间 是时候让你领教一下我们的伤痛文学了 压力不比房东上 心理年龄比你老 试管婴儿下山坡 经历比你跌得多 每天干饭干到饱 干完就往床上倒 会被久久惩罚表 哪有美女往哪跑 单纯好偏恋爱老 大善只会说你好 女神嫌我长得错 但我还想搏一搏 谁说年轻就是错 谁还没有年轻过 心里有苦我不说 点赞还没请任多 钱任多 那你们可真是老鼠啃了牛屁股 属实牛逼啊 Eason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我这边有两个好消息 你们要先听哪一个 两个都是好消息 选哪一个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我选A 你太太只花200块钱 就检查出来八个病 赚大了 啊 老公这也能算好消息吗 Eason你都 说的真对啊 那第二个好消息呢 我们以你太太的名字 命名了三种心急病 啊 三种心急病 牛逼啊 那可不是小母牛练皮擦 牛逼大了 Eason你看看我太太还有救吗 基本凉了 啊 谁让你乱吃药的 让你一次吃一粒 结果你一次吃三粒 我只是想给病毒一个惊喜 是吗 病毒繁殖速度加快了三倍 她丈夫惊喜坏了 那我岂不是把他们都绿了 你的想法很有意思 我也实践过 啊 虽然你们的病治不好 但是今天你们运气好遇到了我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大隐隐于世 妙手回尊玄乎济世的神医 你能治好我太太吗 不能 但是 啊 你们在我这里买棺材可以打八折 好了不开玩笑了 现在必须立即给你太太安排全身手术 太好了 Eason 但是我们愿意只剩一针局部麻醉针了 那怎么办 放心我自有办法 Eason我腿上有病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把麻醉针打我腿上 这样做手术的时候你就跑不掉